婚后第一年 柳如烟从不让我碰她一根手指头 却在她的白月光回来当天怀了孩子 我并不恼 继续给她买珠宝 买包 还在她运吐哭泣时 只度划过她的眼角眉梢 所有人都说我这次是动了真情 可我却笑笑 转头在论白月光的杀伤力有多强 提问下发言 太强了 所以我和她的姐姐结婚了 想看她姐姐用这张和她很像的双胞胎脸得到一切后 再一无所有 算起来 我和柳如烟结婚一年了 一腾成回国的那天 正好是我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日 我站在不远处的酒店落地窗前 冷眼看着柳如烟和一腾成 在中央广场的音乐喷泉中心热吻 缠绵翡测 深情忘我 手中的香烟慢慢燃尽 一不小心啄伤了我的手指 烟头落地 将地毯烫出一个小小的破洞 那天晚上 柳如烟没有回家 甚至没有给我一个交代 直到半夜时分 一腾成给我发来一张照片 是酒店的白色床单上 柳如烟熟睡的侧颜 尤其是眼角的那颗红色珠沙纸 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而一腾成此举 是向我挑衅和示威 瞧瞧 你结婚一年的妻子 我只要朝他勾勾手指 就能让他睡在我的床上 纪伯答 我离开一年了 你还是没能得到如烟的真心 你可真是个废物 可是 谁说我想要他柳如烟的真心了 第二天一走 柳如烟出轨救情人的消息 就被传得满天飞 甚至连累柳一两家股票大跌 柳富气得给了柳如烟一巴掌 一见到我来 柳富连忙请我坐下 亲自为我倒茶 伯答 你别多心 都是捕风捉影的绯闻 不是真的 你和如烟结婚一年了 你该了解他的人品 我没有应答 只是直直地看着柳如烟 可他还是没给我好脸色 冷哼一声 纪伯答 我早就说过 我不喜欢你的 我们这一年的夫妻 不过是有名无实 离婚吧 我轻轻摇头 不行 柳如烟吃笑起来 都说你是我的舔狗 还真是没说错 这一年来 我跟你分床睡 如今还出轨了 你依旧不肯和我离婚 纪伯答 你就这么喜欢我吗 见我沉下脸色 柳富又狠狠给了柳如烟一巴掌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要知道 你能嫁给纪总 是多大的福气 他对你有多好 你难道还不知道吗 柳如烟捂着脸愣住 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 看我的眼神 也带着些许愧疚 我知道 原本我也是动摇了 可是 伊藤诚回来了 他回来了 别人再好 也不过如此 柳如烟或许被我的宠爱 纵容 还有数不尽的珠宝首饰 所感动过 但一瞬间的心动 还是比不过曾经多年的感情 伊藤诚在柳如烟这里 永远有优先权 我叹了口气 站起身将柳如烟 拉到我身边坐下 温柔地帮他将凌乱的头发整理好 柳如烟 我还不想离婚 或许是我这样子太温柔 太容易让人失了心神 柳如烟竟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 纪伯答 别对我太好 我会愧疚的 我笑笑 温生道 不用愧疚 柳如烟 再等等吧 再给我一点时间 那天回到家 柳如烟难得给了我好脸色 他给我端来宵夜 温生嘱咐道 纪伯答 你晚上没吃饭 吃点东西吧 不然对位不好 柳如烟关上房门的那一刻 他的身影与我记忆中的女孩 渐渐重合起来 我盯着手机里的照片 女孩一身大黄色长裙 手里捧着腰野的红玫瑰 笑得眼睛弯弯 伸到镜头前的纤细手指上 有一枚粉钻戒指 我还清楚地记得 那时他得意地抬起下巴 我打 好看吗 海边夜灵树影 蓝蓝的湖水 带着淡淡的海风 吹动少女的头发 他就这样踩在沙滩上 一步一步向前 又一次一次回头看向我 好看 你在我眼里 永远是最好看的 窗外的雷声响起 将我飘远的思绪拉了回来 原本冒着热气的宵夜 也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冰茫 将东西倒进垃圾桶 转身走进浴室 时过境迁 走不出去的那个人 才最痛苦 有些东西 无法替代 纪伯达 你早该明白这个道理 那天以后 柳如烟的确安分了两天 守在家里 为我做了两天的晚餐 可惜 也只有两天而已 第三天 他就又和伊藤成 一起上了热搜 这一次 是他们一起去参加了 一场拍卖会 伊藤成豪至百万 拍下一条钻石项链 在众目睽睽之下 亲自戴在了柳如烟 细长白细的脖子上 出来时 天空飘起了绵绵细雨 伊藤成 撑着一把透明的雨伞 将柳如烟紧紧搂在怀里 不得不说 这组照片拍的极具氛围感 两人语中漫步 情深意浓 像极了偶像剧里的男女主角 如果 他们不是柳如烟 和伊藤成的话 我想我也会由衷地赞一声 狼才女貌 天作之和 可惜 柳如烟是我的妻子 出轨和劈腿是丑闻 不论是放在任何人身上都一样 柳氏和伊氏的股票一跌再跌 与此一同上热搜的 还有一个三线女明星 长得十分漂亮 她与伊藤成之间的恋情 也被有心人扒了出来 柳如烟气不过 打电话质问伊藤成 却只得到伊藤成的冷言冷语 你自己都结婚了 有什么资格说我勾三搭四 柳如烟 别忘了当初是你先放手的 是你为了柳家嫁给了纪伯达 柳如烟哭着嘶喊 伊藤成 你不能这么对我 这一年来 我为你守身如玉 你不能辜负我 好家伙 要不是我是当事人 我都以为自己在看什么 虐脸情深的电视剧 柳如烟给我打来电话时 正在酒吧喝酒 电话那头 他的声音带着醉意 还带着哭腔 纪伯达 你来接我回家吧 我到达时 桌面上已经摆了好多空酒瓶 看得出来 伊藤成的朝三暮四 让柳如烟很伤心 伤心到要靠买醉来麻痹自己 记得上一次柳如烟喝醉 是在与我订婚那天 订婚宴上 柳如烟没有一丝喜悦 哭丧着脸 甚至一向爱美如命的她 连妆容都格外敷衍 她穿着红色旗袍站在我身边 如同湿了提线的木偶 颓败又无助 那晚 她喝了很多酒 喝得醉醺醺 提着酒瓶来到我家门口 将酒瓶砸在我的脚边 玻璃瓶碎了一地 溅起了玻璃渣滑破裸的脚踝 柳如烟哭红了眼睛 抽气着朝我吼 纪伯达 你王八蛋 你仗势欺人 我不喜欢你 我一点也不喜欢你 我不想嫁给你 呜呜呜 凭什么 我不能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啊 那是高高在上的小公主 第一次毫无形象的哭喊 甚至贪坐在我家别墅门口 叫嚷了很久 直到刘母赶来 脸哄带拽 才将烂醉如泥的柳如烟 装进了车里 汽车离开 只留给我渐渐模糊的背影 我盯着看了很久 久到心票都漏了一拍 对啊 我也想问 凭什么我不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我将柳如烟带回了家 结婚一年来 我和她都是分床睡 柳如烟为了坚守对一腾成的感情 新婚当天就直言告诉我 绝不与我同房 否则 她就告我强奸 多么坚真不虞的爱情啊 我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这一回 柳如烟一改常态 拉着我的手不肯松开 我想 应该是一腾成有别的女人这件事 让柳如烟很难过吧 柳如烟双手捏住我的指尖 声音十分的柔软 纪伯达 别走 别丢下我一个人 刘如烟说话间 双手微微用力 将我拉到她的身边坐下 她眼神涣散 说话也断断续续 纪伯达 只有你对我好 这一年来 你 你对我的好我都知道 纪伯达 以前是我对不起你 放着你这么好的老公不珍惜 偏偏为了那个渣男 呜呜呜 纪伯达 我们好好在一起 我一定努力做个好妻子 柳如烟的手 钻进了我的衬衣里头 脸也凑了过来 想要吻我 只是我微微侧过脸颊 躲开了她的亲吻 你喝多了 早点休息 我将柳如烟扶上床 哄着她睡下 睡着了的柳如烟 看上去很乖巧 像一只温顺的小猫 她似乎做噩梦了 发出浅浅的英明声 手紧紧握住我的手 不肯松开 长长的睫毛微微颤动 让演讲那个红色猪砂痣 越发勾人 恍惚间 我以为回到了十年前 那时候 娇俏的少女 也是这样潸然泪下 泪水滑过红色猪砂痣 我答 你会永远保护我吗 少年将少女紧紧护在怀里 坚定地答道 会 我会永远保护你 这是我们之间的沉默啊 是我会一生坚守的沉默 那晚以后 我和柳如烟的关系 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她似乎真的下定决心 安心做鸡太太 每天为我做好早餐 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等我下班 体贴地在浴缸里放好热水 甚至好几次 都在夜晚穿着性感的真丝睡裙 敲响我的房门 我没有开门 因为我看到过许多次 柳如烟挂断了一腾成的来电 从坚决 到犹豫 我生日那天 柳如烟早早做足了准备 鲜花 礼物 蛋糕 应有尽有 柳如烟为我点燃蜡烛 继博打 生日快乐 许个愿吧 我盯着摇曳的蜡烛 还没来得及开口 柳如烟的电话就响了起来 是一腾成打来的 柳如烟犹豫着挂断了 马上再次响起 柳如烟还是接了 那头是一腾成最熏熏的声音 如烟 别不要我 你已经丢下我一次了 难道你还要再次丢下我吗 如烟 江边的风 吹得我好冷啊 柳如烟慌了神 再也顾不上我了 他甚至没有多看我一眼 拿起一件外套急匆匆地走了 蛋糕上的蜡烛依旧摇曳 我闭上了眼睛 虔诚的许愿 吹灭蜡烛的那一刻 我的心又露了一拍 我的愿望是 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 那晚 我坐在阳台 看着夜空中的繁星点点 或许是酒精起了作用 恍恍惚惚 我好像回到了从前 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第一次见到他是12岁 我因为早产 从小身体就不太好 又瘦又小 慌乱的去探黄群女孩的鼻息 他们慌乱了一阵 然后将黄群女孩 从天台推了下去 有人发出惊呼声 好像是 柳家的别墅 他们家别墅顶楼 种了很多花 有人附和 是的是的 柳夫人特别喜欢种花 而且视频里的人 好像是 柳如烟 那个男的 也和一腾成很像 又有人恍然大悟 对 我想起来了 柳家还有个女儿 一年多前坠楼身亡了 台下议论纷纷 台上的柳如烟 和一腾成脸色变得苍白 一腾成手中的钻戒 落到地上 柳如烟紧张地拉住 一腾成的手 语无伦次地解释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不是我 柳如烟是摔死的 不关我的事 腾成 你快说话 快帮我解释啊 在记者的闪光灯和追问下 柳如烟晕晕倒在地上 捧花散落 皇冠落地 洁白的婚纱染上了瑕疵 一场婚礼 变成了一场闹剧 我满意地关了视频 心里难得感觉到了 些许大仇得抱的痛快 柳如烟 我早就说过 我不能和你 好聚好赞 我要你啊 生不如死 经过那场混乱 柳如烟流产了 我站在病房门口 可以清楚地听到 里面柳如烟和一腾成 两个人在争吵 摔东西的声音 整个过道都能听到 因为 一腾成又上热搜了 这次是好几个女生 联名举报一腾成 职场性骚扰 迷奸女性 首当其冲的 正是当初 与一腾成 爆出恋情的 三线美艳女明星 视频中 女明星卸下浓妆 素颜出镜 她条理清晰地 讲述了事发经过 即使强装镇定 还是在诉说时 浑身颤抖 红了眼眶 在朋友的局上 一腾成认识了她 可女孩只想好好拍戏 并不想掺和进豪门里面 一腾成再三用金钱诱惑 女孩都不肯就范 一腾成便在女孩的酒杯里 下了迷药 一腾成不想闹出人命 虚伪地哄骗女孩 会给她金钱 给她资源 又威胁女孩 自己家有钱有事 这种事闹出来吃亏的 只能是女孩自己 女孩无助地接受了一切 答应做一腾成的情人 却也在暗中搜集一腾成 残害女性的证据 不查不知道 一查吓一跳 原来一腾成花心诚性 除了和柳如烟纠缠不休 还与许多女性保持暧昧关系 她甚至在公司里 也骚扰长得漂亮的女员工 言辞上 行为上 一腾成啊 从骨子里都烂透了 柳如烟哭着责怪一腾成 一腾成 你忘了你当初是怎么答应我的 你说你再也不会 跟别的女人勾勾搭搭搭了 当初要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会把柳如离 一腾成沉默了一会儿 语气很是不耐烦 你怪我 事情是你做的 柳如烟 你知道这件事影响有多大吗 现在我们家 我们两家公司 都被记者围得水泄不通 一室的股票已经跌到底了 我被我家老头子 骂得狗血淋头 我已经问过律师了 他说视频看不清脸 也听不清我们在说什么 只要我们死不承认是我们 警察也拿我们没办法 就算查出来是我们 我们也要将所有责任 怪在柳如离身上 说他勾引我 偷你的东西 你是失手将他打伤 反正不能承认是故意的 你别太担心了 你爸和我爸会处理好的 就像一年前一样 一定能瞒过所有人 接着 柳如烟点了点头 小声啜气着 靠在一腾成的怀里 腾成 我有点害怕 都怪那该死的柳如离 死了都不肯让我们好过 一腾成又是片刻的沉默 外面太多记者了 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 等我把他们处理好了再回来 柳如烟身以为然 连小月子都顾不上 起身换了衣服 在他们打开病房门以前 我就离开了 柳如烟 一腾成 感谢你们自投罗网 我一定会让你们 为自以为是的小聪明 感到后悔 我到柳家时 柳父正和一父 交头烂额的商量对策 柳家别墅里 坐满了行业里 数一数二的律师 柳父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 亲自为我倒茶 说话时比往日里更低三下四 博达 爸 意识到我已经和柳如烟离婚了 柳父顿了顿 只好改口 叔叔知道你人卖广 你一定有办法救救如烟是不是 其实你们夫妻一年 叔叔也是真心希望你们两个 能白头到老的 只是如烟不懂事 辜负了你 可是 你也看在你们这一年的婚姻上 想想办法救救如烟吧 她是无辜的 我盯着柳父那张产妹的脸 只觉得恶心 轻轻笑了一声 为了救柳如烟 你可以付出什么代价呢 柳父似乎没想到我会提出要求 愣了一瞬 接着他恍然大悟般的笑了笑 我答 只要你能救如烟 我可以付出一切 我猜 柳父一定以为 我想要的是柳如烟和我复婚 毕竟在他眼里 我爱惨了柳如烟 爱到无法自拔 我冷笑两声 如果当初你能这样对待柳如离 他也不会死不瞑目 柳如烟也不会 落到如今这个下场 说到底 是你害了你的宝贝女儿 柳父这回是真的愣住 和依父面面相去 依父是局外人 看得比柳父透彻一些 是你做的 那个视频是你发上网的 也是你安排人 在婚礼现场 引导所有人视频里的人 是柳如烟和伊藤成 依父将话挑明 柳父也明白过来 他瞪大了双眼 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不是喜欢如烟吗 你怎么忍心 害他到这个地步 现在才发现 柳父真的是个脑子 缺根筋的蠢货 事到如今 连依父都看出来了 他还沉浸在 自以为是的深情里 依父对着柳父 翻了个白眼 咬牙切齿道 你蠢了 季伯达喜欢的是 你死去的那个女儿 他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帮柳如烟报仇 柳父再次呆住 凉枪的后退两步 盘坐在沙发上 依父用上了柳父 那一脸缠媚的笑 弯下几辆恳求着我 季总 这件事和一腾成没有关系 都是柳如烟一人所为 请你大人有大量 放过一腾成吧 我轻轻摇头 不行的依总 一腾成是帮凶 甚至可以说 他才是一切的导火索 是他想要欺负柳如狸 柳如烟才会阴度生恨 对柳如狸下狠手 一腾成和柳如烟都是罪人 谁都 跑不掉 我站起身来 看着贪坐在一旁的柳父 突然觉得 那个一直想替柳如烟问一句的问题 没有开口的必要 答案 我们早就有了定论 柳家父母就是不爱柳如烟而已 所以不在乎他 不了解他 不知道他和谁在交往 甚至连他的死也无动于衷 没有什么撼动人心的原因 不爱而已 就这么简单 我转身离开走到门口时 柳父突然大声喊住我 纪伯答 你不许伤害如烟 依父也放出狠话 别以为你既是家大业大 你就可以只手遮天 纪伯答 你休想得逞 我们柳一两家 不见得不如你们既家 我停住了脚步 转身朝他们二人冷笑 依总 柳总 自身难保 何苦枉费心机 说吧 也不管他们在身后 如何嘶喊咆哮谩骂 我只管走得更快些 刚上车 就看到了商业犯罪调查局的人来了 禁止走进柳家别墅 不多时 柳父和依父都被压上了警车 这也是我送给柳如烟 和一腾城的一份礼物 这些证据搜集起来 还真是费劲 他们的所作所为 全都有父母的纵容和包庇 尤其是柳家父母 也是害死柳如烈的凶手之一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助理从后视镜看我 试探着开口 老板 去公司嘛 我盯着车窗上自己的倒影 笑了起来 去花店 我想买束花 送给柳如烈 我好久没有去看她了 不知道她会不会生我的气 将柳如烈最喜欢的向日葵 放在她的墓前 我坐在地上 拉开了一罐啤酒 柳如烈 对不起啊 最近很忙 没时间来看你 你很想我吧 我也很想你 柳如烈 别着急 一切都快尘埃落定 伤害你的人 都会付出代价 我断断续续说了很多 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听到 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只蝴蝶 在我身边绕啊绕 停在了墓碑上柳如烈的照片上 我想 一定是她听到了 她会说什么呢 她会说 我答 叫你不要喝酒了 喝酒对身体不好 以后我照顾你 你得听我的 伯达 别为我难过 我希望你能永远快乐 伯达 谢谢你保护我 谢谢你为我付出的一切 伯达 我喜欢你 我很喜欢你 蝴蝶飞走 我的手轻轻地摸索着照片上 笑叶如花的女孩 柳如烈 我喜欢你 我很喜欢你 我在柳如烈的墓前做了一夜 直到天空迎来了新的曙光 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里 没有去公司 也没有回家 独自开车 去了一处荒无人烟的山上 车子七拐八拐 停在了一处破败的房子外 我站在外面 接连抽了三根雪茄 四周弥漫着苦涩的药味 抽完第三只 我才推开了房门 一听到有人来 伊藤诚激动地挣扎着 你是谁 为什么绑架我们 你想要多少钱 我们都给 柳如烟也跟着说 对 只要你别伤害我们 多少钱都行 我爸爸很疼我的 他一定会给钱的 我慢悠悠解开他们两个人的眼罩 好整以侠地坐在对面的椅子上 欣赏他们错愕的表情 可能是太久没有见光 伊藤诚和柳如烟 眯着眼睛缓了好一会儿 才看清楚我 你 伊藤诚愣住 纪伯达 你为什么绑架我们 我突然想起来 伊藤诚似乎并不知道 我和柳如离的过往 所以他不明白 也就不奇怪了 自从离婚那天的那番话以后 柳如烟便明白了一切 有始至终 我都没有爱过他 只是暂时把他当作柳如离的替身而已 留他在身边 只是为了让他以爱而不得 让他也日日夜夜承受相似的痛苦 纪伯达 你该不会 是想杀了我们吧 听到柳如烟的话 伊藤诚不知所以地愣住 是 什么 这种时候 柳如烟哪里还顾得上跟伊藤诚解释 哭着咆哮着 纪伯达 杀了我们你也会坐牢的 我爸爸不会放过你的 不知不觉间 我又点燃了一根雪架 好像从柳如离去世以后 我就爱上了抽烟 一根又一根 沉浸其中 只有这一次 才抽了两口的雪茄 让我觉得色口得很 随意地将雪茄 摁在柳如烟的腿上熄灭 柳如烟 你觉得 我在乎吗 更何况 你爸爸帮不了你了 他们啊 自身难保 可能是我丧心病狂的样子 让柳如烟彻底慌了 连腿上灼热的痛感 也顾不得喊痛 只是哭红了眼睛 祈求道 姬伯达 柳如离死了 他已经死了 你不是喜欢他吗 我和他是双胞胎 长得特别像 我可以代替他陪着你 真的 我一定会很听话 话说到这个份上 一腾成也都听明白了 他连滚带爬的到我面前 纪伯达 纪总 柳如离的死跟我没关系 你放过我 突然 一个邪恶的想法在脑海里成形 我若有所思的点头 你们两个 只能活一个 如何抉择呢 两位 柳如烟和一腾成对视一眼 彼此眼中都明亮了起来 柳如烟率先开口 腾成 你说过会好好爱我的 你一定会选择让我活下去的 对吗 这一刻 一腾成不再继续伪装 毫不犹豫的将柳如烟撞翻在地 凭什么 柳如烟 你也说过你哀惨了我 你为我去死吧 再说 柳如离是你杀的 跟我没有关系 我是被你连累的 看着曾经深爱的男人变了嘴脸 柳如烟将在地上 眼泪却止不住的流 可是 一腾成 是因为你想强奸柳如离 我才对他动手的 我是因为太爱你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再两人你一言我一语重 我大概还原了柳如离坠楼时的真相 原来 我也是柳如离死亡的其中一个导火索 从小到大 柳家父母从来不在乎柳如离 甚至可以用冷暴力来形容 而对大女儿柳如烟 则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 也纵容她的一切 包括欺如打骂柳如离 我向柳如离求婚那天 我们都很开心 开心过后 柳如离开始情绪低落 我答 我爸妈不太喜欢我 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同意我和你在一起 那时我只是捏了捏柳如离的脸蛋儿 安慰道 能跟济世结亲 你爸妈一定会同意的 那天 我照例送柳如离到柳家别墅一千米以外 不成想 那是我和她的最后一面 柳如离回家以后 看到依腾成在 便自己去了顶楼 说是刘母喜欢种花 其实那些花都是柳如离种的 刘母只管欣赏而已 柳如离正在和花谱除草 不曾想起了色心的依腾成也跟了上去 依腾成将柳如离压在身下 我玩过各种各样的女人 这双胞胎还没试过 柳如离 你乖 让我试试 你是不是和你姐姐一样勾人 柳如离挣扎不开 惊慌失措地叫嚷起来 叫喊声引来了柳如烟 她不问云游地打了柳如离的耳光 还不停地谩骂 柳如离 你个小贱人 居然敢勾引伊腾成 我打死你 不论柳如离如何解释 柳如烟都充耳不闻 柳如离伸手挡的时候 被柳如烟发现了柳如离手上的粉钻戒指 柳如烟没见过橙色这么好的粉钻 自然想去为己有 好啊你 柳如离你勾引了哪家少爷 居然有这么好的粉钻戒指 给我 给我 那是我送的求婚戒指 柳如离自然不肯给 要知道 从小到大柳如离只要开口 柳如离便什么都让给她 这一回的忤逆 让柳如离气急败坏 柳如离抢得急了 随手拿起一旁的花锄 打在了柳如离的后脑勺上 柳如离当场倒地 柳如烟也吓到了 连毛喊来一腾城 怎么办 一腾城想了一会儿 决定将柳如离伪装成坠楼身亡 再加上双方父母的帮助 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桩事 柳如离年轻的生命 就这样结束了 我没有理会他们两个狗咬狗 转身走了出去 小破屋的确破 可是依旧是一个合格的牢笼 这可是我费尽心思 为他们两个找来的葬身之所 将门窗我都用铁锁锁住 我又点了一根雪架 里面互相谩骂责怪的声音渐渐小了 变成了哭丧着的求饶声 什么一个一两个异 什么当牛做马 什么踢身情人 他们倒真是费尽心思的想要活命 可惜啊 这些我都不在乎 我想要的 从始至终只有一个柳如离而已 雪茄抽到最后 我丢到了地上 用力的碾压熄灭 手上的打火机碰的一声点燃 顺着破了个口子的玻璃窗 丢了进去 只是一瞬间 便燃起了熊熊大火 也不知道柳如烟和一腾城有没有发现 这屋里啊 我放了好几罐汽油呢 大火燃起 二人拼命想要逃离 这一刻他们或许能感同身受 当时柳如离的无助吧 叫天天不应 叫地地不灵 实在是折磨 我没有走 我要眼睁睁看着面前的房子 变成一片废墟 我要亲眼见证 柳如烟和一腾城变成两具烧焦的尸体 我害怕 害怕他们逃过一减 这场火烧了半天才逐渐熄灭 总算没有辜负我 柳如烟和一腾城当真变成了两具黑区区的尸体 驱车回到别墅 将所有签好字的文件都交给了助理 两个小时后 报警吧 助理拿着文件的手忍不住颤抖 老板 真的要这样吗 我笑笑 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空旷的架 小苏 所有做错的事情都需要付出代价 我也不能例外 我又开车来到了墓园 坐在了柳如离的墓前 依旧是一捧他最喜欢的向日葵 只是我没有说话 一直往嘴里灌醉 其实我这个人还挺奢侈的 事到如今 也是拿着家里最贵的一瓶红酒 直到我喝得头晕 才对着墓碑上的照片轻轻一吻 柳如离 我来娶你了 等等我 番外 纪博达和柳如离的事 我都知情 他们从小相互扶持 青梅竹马 是让人羡慕的感情 所以当沈小姐意外去世 纪总要娶沈小姐的姐姐时 我是表示震惊的 我甚至以为 纪总是伤心过度 实心疯了 纪总 要不 我帮你预约心理医生 纪总看我那眼的冷练 我至今记忆犹新 后来 我帮纪总筹备婚事 渐渐发现 她并不喜欢柳如烟 因为她对这桩婚事毫不上心 就连婚礼的礼服 也是她衣柜里随意穿了一套西服 要知道 以前关于柳如离小姐的事 纪总都是亲力亲为 从不假手于人 包括我这个亲信助理 纪总和柳如烟结婚那天 纪总半夜去了公司 她在公司的天台上喝酒 吓得我魂飞魄散 纪总顶着三十楼的地下 看了又看 突然问我 小苏 你说从三十楼掉下去 和从四楼掉下去 有什么区别 我认真思考了一会儿 三十楼掉下去一定会死 四楼掉下去 可能会残 也可能会死 纪总沉默半赏 又灌了自己半瓶酒 四楼掉下去 也会死 柳如离死了 我的心也跟着死了 那一刻 我突然明白 我的老板 心里有天大的秘密 不过我的确是纪总的亲信 他也信得过我 为了不辜负纪总的信任 我努力完成纪总交代的任务 四处搜集柳家别墅附近的监控视频 打听无人机少年的家庭住址 包括他留学的学校 包括后面帮纪总联系媒体上传视频 买通服务员引导宾客认出 视频里的人是柳如烟和一腾成 只是在后面 在明云柳如烟和一腾成以后 纪总就不要我参与了 小苏 你帮了我很多 不必再为我淌这一趟浑水 以后 还有别的事需要你帮我做 后来我才知道 他要我做的事是什么 纪总成立了一个慈善基金会 将自己公司所有盈利都捐了出去 而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报警以后 我跟着警察去了柳如烈的墓地 只是纪总已经死了 他喝的酒里 放了大量安眠药 这一刻我突然明白了 纪总他早就做好了一切准备 纪总的葬礼上 董事长夫人哭得险些晕倒 董事长也坐在一旁沉默不语 我想他们一定很伤心 可他们还是完成了儿子的遗愿 将他葬在了柳如烈的旁边 后来 我买了两束香日葵去看望他们 那天天气很好 还有两只蝴蝶飞来飞去 纪总 柳如烈小姐 你们还好吗 全文晚安